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白 今天我们来看短篇同人漫画 《鬼猪之人》第五弹 这作品是由很有才的月印老师绘制的哦 感谢老师授权 很推荐大家去关注他脸书主页的啊 那故事开始的哦 崩 鬼灭小剧场 三只小猪 嘿嘿 没错啦 就是我们三只小猪 哼 我们的屋子可没有这么容易被追垮的 从前从前 有一只脑冲的小猪 它住在了一间随便盖的稻草屋里 哼 本大爷是三只王 小猪对自己的屋子感到很是自信 但结果才一口气 但结果才一口气 稻草屋突然就被吹垮了 呼 杀猪 我吹垮大草屋的事 混蛋 到底是谁 是 没有朋友的大野狼 我猜没有没有朋友 傲娃娇 傲娇又嘴硬的大野狼 精敢吹垮本大野的屋子 小猪 小猪说着便激动地跳了起来 结果 小猪被大野狼揍了一顿 并被绑了起来 放我下来 混蛋 我才不是混蛋 大野狼就这样慢慢地走远了 第二次 小猪用木头盖了屋子 放开我群霸狼 我要出去跟那混蛋决斗 椅子柱 我 我们要找剧本野狼 而这一次 大野狼就没法轻易把房子吹垮了 见此 大野狼深呼吸了一口气 水子呼吸 椅子醒 水面斩 用力把木屋吹垮了 不是说要用吹的吗 这混蛋 这是绝对不是放过你 哼 别去啊 一直住 小猪又再次被大野狼气得跳了起来 然后小猪被大野狼又揍成了猪头 烟道都断了 可恶 有种别跑 第三次 小猪们都坐到了砖头打造的屋子里了 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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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好放弃了 所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呃 福冈先生 拳击中 水子呼吸 福冈先生 第十行 深深流转 哦 ちょっと待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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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冈先生 你为什么不照这剧本演呢 你就是这样大家才讨厌你 我才没有被讨厌 我和你都是这样的爱的小猪 以上就这一次内容了 喜欢可以关注月影老师的脸书主页 小伙伴们看完就有关注频道分享哦 那我是大白 我们下次见咯